你吃这个 要吃多少钱 吃这个面 你看我已经吃了好几餐 这个鲜盐牛肉面了 来这边几天了 吃了几件牛肉面 感觉鲜盐的牛肉面稍微好吃一点 很有那个味道 昨天来到这个鲜盐这里 本来想去唐城王的 但是去到那里太晚了 去到那里差不多九点钟了 根本就王不成 所以在这里住了一宿 然后今天 先去鲜盐古城 换一下 稍微晚一点再去唐城那边 换夜景 汉林门 停车的话 可以开到里面去找个位置停 这里停车也是免费的 然后也不用门票 从这里上汽的话 可以上到这个咸阳古城的城楼上面 我觉得来到了湖北咸阳 这个咸阳古城肯定是要来打卡一下的 上了城前之后就发现了两枚大炮啊 铸铁炮 有铸铁炮 我估计应该是明朝之后的产物了 我认识铁炮 是在静庸的古学院里面认识的 就是那个神雕侠里 啊 郭敬不是在死守铁炮那一刻嘛 我才认识到有这个铁炮 上在这里呢 我可以体会到当初古代人打仗的那种状态 居高临下 下面人家在这里攻城 我们就上在这里 这里有高高的垒墙可以打出风陷 是吧 人要爬上来了 我就拿个大石头 然后扔下去 铸铁炮古城现在保留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这里东侧到南侧 一整条都是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有这个历史价值 鲜铁城后面有一条非常热闹的古籍 下去逛一下 鲜铁城我对人物最有印象的就是郭敬 那很多照白上打着是有郭敬鲜羊牛肉粉 不知道是不是国境的后代 这两边好多古玩店 我随便进了一家 我看这里 这个钥匙靠挺不错的 挑一个我的姓 华 背后有这个县阳古城这个城楼标志 我帮老菜也挑一个吧 来到这里 最少也要带一点他们的产物走吧 菜 你看 我们就是一个黄花菜组合 我买个杯回去给你儿子后茶 这个抖音大把人在直播的卖这个 这里打了一面棋 写的什么 鲜羊三角 我估计他们在吃的是那个鲜羊牛肉面 大蒜 一个是豆腐面 那边应该是黄酒 这个大酒团应该是黄酒 这个人正在做面 所以说鲜羊牛肉面非常的出名 就是因为他们鲜羊的牛肉面很出名 所以我来到这里呢 就一直在尝这个牛肉面 尝了好几家 就发现鲜羊这边的话 稍微比较正宗一点 这条街 走到最后的话就是一个周明台 这个周明台呢也是香园城的标志性降柱了 以前是为了纪念南朝梁周明太子 消统而降的 这个博物馆呢也是在这个周明台里面 是免费的 进去瞧一瞧 进了博物馆里面就先看到这一张人物表 但是这里面呢 我最少有一半的人不认识 就认识一部分的人 而且还是看了电视剧才认识 一楼这里有一只很大的青铜马 然后到了二楼之后就有很多瓷器 还有铜器这些 战国大司马铜顶 我也不知道古代人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一个顶 这是来烧烤用的还是来取卵用的 你看这个我们农村以前就有这种场景 那个茅草屋 稻草屋 这个情景非常的相似 这个场景就是刘备三顾茅庐 以诸国亮三分天下的龙中队 现在古城这里就游的差不多了 准备去那个檀城那里 主要还是去看檀城的夜景吧 白天去太热也没什么好玩的 基本上都是去拍照